综合台媒消息 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19号不幸离世 岛内资深媒体人赵绍康20号中午发文批评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对团团离世无动于衷 而美国总统拜登的德国牧羊犬2021年离世后 蔡英文却在第一时间立刻流言哀悼 赵绍康发文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饲养13年的德国牧羊犬冠军离世 蔡英文在第一时间立刻流言哀悼 陪伴我们14年的大熊猫团团不幸因病离世 蔡英文到现在都无动于衷不闻不问 连一句道言的话都没有 赵绍康还称蔡英文对冠军的热情与对团团的冷血 实在有天壤之别 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能把最起码的人性都掩没 真是可悲可惧 对于赵绍康的批评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敦寒20号下午声称 当许多人不舍团团生命的离去 赵绍康却只想到政治的独统蓝绿 对于张敦寒的反击 赵绍康20号傍晚又发文表示 蔡英文还是没为团团说一句话 其实只要蔡英文说一句 我对团团的离开跟大家一样感到很难过 团团好走不就好了 这句话很难说出口吗 对于本来在水流 那这个小汤迢团的 然后是一种一种一般的